亮仔 当你精准打进一颗关键球时 那种感觉直接爽到了脚趾头 不过大多数人遇到这种球 往往会心生恐惧 进球率非常低 这节课教大家五种方式 来轻松应对关键球所需要的准度 第一种摁杆头法 关键球出杆 由于心里害怕 特别容易有轻微的左右偏移 所以在出杆前 需要给下意识注入 杆头向下摁的念头 想着杆头朝着进球点位下方出杆 就能很容易将杆头从原来的左右拨动 限制在纵轴的上下拨动 然而上下拨动却不会影响白球的方向 出杆的力量反而更加扎实了 第二种试机法 在运杆时 就带着准备好的力量去运杆 感觉白球就像消失了 在脑海中感受球杆延伸出去的方向 不断感知手臂肌肉动作的先后顺序 每一次朝鲜运杆 就仿佛已经完成了一次出杆 这就叫做试机 从多次试机的感觉中找到最好的那一次 杆头稍稍在白球前停顿一下 利用刚才试机对动作的残留记忆 非常本能的把球杆拉回送除 这个方法很多职业选手都在用 第三种后尘加速法 大多数人的后手由于没有经过职业的训练 往往稳定性比较差 所以很容易在关键球的时候发力变虚 而后尘加速法就很好地解决了这点 在准备出杆时 放松小臂 先对球杆方向进行引导一小段 再开始加速送出去 在引导的这段过程当中 要始终用余光杆支这根球杆 顺着视线焦点的方向进行引导 引导完成后 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锁定了球杆的方向 这时无论你如何加速 都不太会偏离这个方向了 力量也会特别扎实 第四种 拉短送长法 还有一些手架不是特别舒服的情况下 长距离回杆容易后手不稳 此时就需要缩短回杆距离 但是缩短回杆就意味着力量容易变小变虚 所以在出杆时 就要尽可能延长出杆来获得加速的穿透力 对于需要精准控制白球位置的球形 也非常好用 第五种 这个黑球非常难打 你只需要趴上去大力打一杆 懵死它 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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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